猎人刚一抬头 山脊上就出现一道黑椅 猎人果然 以为猎物已经击中 但没成想 等他们走近查看时 才发现倒地的竟不是猎物 而是一个年迈的老人 男人彻底崩溃 因为受伤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最好的朋友 情况万分紧急 男人急忙拿上车钥匙 立刻要将老人送往医院 可谁也没想到 男人的前脚刚走 站在一旁的老头 却萌生出一个邪恶的想法 下一秒 他便果断地捡起 地上的另一把猎枪 紧接着 一发致命的子弹 就朝老人打了上去 听到传来的枪声 刚跑到山下的男人 瞬间意识到不对 于是他急忙折返查看 看到老人已经死亡 男人完全慌了 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报警 但不料 一旁的老头却根本不慌 他淡定地说道 尸体上已经有了两发子弹 如果现在报警 那么两个人都会坐牢 但如果现在将尸体处理掉 他不仅会给男人 三十万美元的封口费 而且还保证给他一份好的工作 听着老头疯狂的言论 已经他凶狠的眼神 男人彻底慌了 他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被迫地答应所有条件 殊不知 正是男人的低头妥协 却让他差点丢掉自己的性命 随后 男人便背着死去的老人 并将他埋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本以为事情就会这样结束 可就当两人准备回家时 不料 男人确趁老头不注意 立即在车内翻找卫星电话 然而 就当他准备拨通报警电话时 突然 一声枪栓就瞬间拉响 这一下 老头彻底暴摸 他嘶吼地指责男人 认为他根本不讲信用 男人彻底下尿 他立刻就向老头求饶 然而 此时的老头已经陷入疯狂 只见他恶狠狠地端着猎枪 逼迫男人脱掉衣服 来吧 紧接着 老头便逼迫对方向前逃跑 没办法 男人只得赤裸身体 在这片沙漠缓缓走去 而一场猎杀的游戏 也就此拉开帷幕 老头端起猎枪 逼眼前的男人脱光衣服 男人彻底懵逼 认为老头是个变态 但更变态的是 等男人脱得只剩一条底裤时 老头却又指了个方向 让男人朝前方的荒漠走去 迫于对方的手里有枪 男人只得乖乖听从 但他刚走几步 却认为老头在开玩笑 情况万般危险 男人再也不敢反抗 同时他也明白到 老头竟是想让炎热的太阳 将它活活晒死 就这样 随着沙漠气温的不断升高 男人意识已经模糊 似乎死亡也在慢慢逼近 然而奇怪的是 就当男人来到一处电线杆时 刚才还奄奄一息的他 却突然疯狂地朝另一边跑去 老头有些诧异 不过他并没过多在意 认为男人一定是稍糊涂 可下一秒 只见男人纵身一跃 一下就跳到了一处地沟里面 看着男人已经消失 老头瞬间意识到不对 他急忙发动汽车 并朝男人的方向迅速追赶 而与此同时 凭借对地形的了解 男人也成功找到一处暗洞 他手忙脚乱地拨开杂草 接着便快速钻了进去 随后 男人又立即踢顿木桩 将洞口彻底封住 就这样 等老头开车赶来后 他便耐心地躲在洞口 准备等男人出来一击必杀 然而老头却不知道 地洞的里面 竟然是一条长长的隧道 男人艰难地向前爬行 很快 他就钻出地洞 来到了一处隐蔽的房间 男人不敢丝毫停歇 他立刻找到一双破旧的鞋子 接着便忍着脚上的巨筒 用力地穿了上去 更幸运的是 男人还在墙上 发现了一张破旧的地图 看来逃跑已经有了希望 但没成墙 另一边的老头 通过望远镜的观察 却已经发现了房子的位置 于是老头立刻前往 而车辆的轰鸣声 也让男人察觉到了危险 男人立即藏好地图 然后迅速躲在了 房内的一处暗门 不亮 门板关闭的声音 却被老头突然听到 为了逼迫男人现身 老头随即就拿起炸药 然后一把就丢在了房间里 情况紧急 男人立刻爬出洞口 然后不停用脚踩着引线 然而 时间已经来不及 男人只得往外逃命 伴随一声巨响 整个房子都被炸火 但好在 男人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可不等高兴 老头却又拿枪威胁 让他再次脱掉衣服鞋子 继续在沙漠里面行走 没办法 遇到如此的变态 男人只得赵作 本以为他已经难逃此劫 但很快 男人就通过刚才的地图 来到了一处标记地点 他急忙进行翻转 果然 地下竟然有个盒子 男人兴奋地打开 但没成想 盒子里面却只是一些弹珠 和一把破旧的弹弓 男人有些无奈 殊不知 正是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 却在不久后 成功地救下自己 随后 男人又仔细查看地图 发现就在前面 竟还有一个标记地点 他赶紧跑去寻找 没成想 老天终于眷顾男人 竟然是一个珍藏多年的水桶 看着珍贵的水源 男人激动得快要落泪 他不敢停歇 立刻就拎着水桶 躲在一处石头下面 然而崩溃的是 男人刚举起水桶 喝了没几口 突然 一发子弹就瞬间袭来 伴随老头的四发子弹 唯一的水源 也被老头全部毁掉 此时 无助和崩溃 瞬间充斥在男人的脸庞 他只能漫无目的地继续行走 但没过多久 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 男人最终还是倒在地上 整个身体 也如同一只烤熟的乳猪 见此情况 老头满心欢喜 认为自己已经狩猎成功 可在他转身离开时 忽然 男人的痛苦 就轻微了闪了一下 在沙漠 你可以不用穿衣服 但一定要学会装死 这个男人躺在地下一动不动 可不远处的一个老头 却突然举起了猎枪 随着三声枪响 见对方还是毫无反应 老头认为男人一定死了 他心满意足地离去 但突然 男人的瞳孔却闪了一下 随后 老头回到车里 刚准备驾车离开沙漠 可就在这时 他却发现刚才死透的男人 现在竟然跑到了山上 老头彻底暴怒 他端起猎枪 接着就瞄准男人 好歹 由于距离太过遥远 老头的三发子弹都没击中 随后 男人拼了命地向上逃跑 可崩溃的是 山的上面居然没路 有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山洞 而就在这时 老头也开车追了过来 他站在山下 用对讲机不停大喊 让男人赶紧出来受死 不然自己一定不会离开 此时绝望和无助 已经全部写在男人脸上 似乎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 随着夜晚的来临 沙漠的气温开始急速下降 而躲在山上的男人 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他悄悄地爬出山洞 接着又趁着老头撒尿 快速地跑到了车子里面 然而 就当男人想驾车逃跑时 不料 老头却突然转身向车走来 情况紧急 男人只好小心地躲在车后 但没成想 车内的照明灯 却引起了老头的怀疑 这明显就是车门没有关闭 猜测到男人已经下山 老头随即登上汽车准备寻找 可就在这时 老头却好像听到了什么 下一秒 就这样 男人被再次发现 而老头也快速挂上前挡 咬牙切齿地就朝前面撞去 危急时刻 男人爆发洪荒之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躲在了一块石头背后 看见如此的阴霧 老头彻底疯狂 只见他变态地大笑了 接着便拿出雷管 朝男人的方向不断扔去 伴随爆炸 石头被炸得四分五裂 紧接着 为了折磨男人 老头又端起狙击枪 开始不断地朝石头射击 想用这种手段 让男人生不如死 伴随阵阵枪响 男人无助地蜷缩跪地 但很快 老头的子弹就被打完 他只能低头装弹 就在这时 男人勇敢地站了出来 下一秒 随着一发弹珠发射 这个变态老头终于被成功反杀 电影的最后 男人也将这个老头 成功送到了当地警局 同时 那我们在这时 我们在这里 坐在这里 我们是从来 这个努力中的 因为当地的 决定 决定